哥 我想要吃壽司 吃壽司 那我們就來去吃 香蘭春的鴨壽司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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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掛爐烤鴨 鴨壽司 肥美鴨皮呈現虎貨色澤 主廚得與時間賽跑 先將干貝與壽司飯拌勻 用力鴨製成型後 過油炸香 放上少許芥末 切片起司 與酥烤鴨皮 才算大功告成 化龍點睛的切片起司 不僅中和了略唱的芥末 同時增加鴨皮的油脂香氣 那味道呢 而且要炸 炸得剛好 要外酥內軟 所以你吃起來就趁著這個熱 而且烤鴨剛切出來的熱度 跟這個起司融合在一起 這個是我們一個非常成功的 一個新的料理 福華飯店江南村的鴨壽司 跳脫傳統烤鴨三吃的框架 反而要升為烤鴨菜單中的招牌菜色 歡迎各位收看 486壁點第12集的播出 我們今天人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在台北市 仁愛路上林蔭大道 最美最美的 福華大飯店三樓的江南村 嗯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貴賓 是雪莉王的姐姐 婉婉家 婉家好 對 那婉家我們今天來到這邊呢 我們來吃喔 這一道非常有名的一個料理 你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看得出來啊 真的嗎 哥哥我們是最愛吃鴨的人耶 是 我們今天吃到的這一個 很有趣喔 我們最近這兩三年來 我們會發現喔 我們台灣的朋友 特別愛吃鴨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早年的鴨喔 鴨肉並不是那麼樣子的好吃 跟鴨一樣 都肉質比較硬 也比較柴 也比較柴 對 所以大家不是很愛吃 但是最近呢 大家這幾年喔 改良過之後喔 這個鴨子喔 尤其這個櫻桃鴨 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啊 我們在台灣呢 很多的大飯店啊 很多非常有名的那個餐廳喔 紛紛的把這個鴨子喔 然後做了非常多的一個 好的創意料理 沒錯喔 可是大部分來講喔 還是傳統的就是可能烤鴨三吃 嗯 對吧 那我們那個台北福華呢 在我們這個主廚喔 他的一個精心的一個料理的一個創意之下 然後做出了這一道喔 非常有趣的一個料理 他的名字你知道叫什麼嗎 叫做掛如櫻桃鴨的鴨壽司 對吧 好厲害 對 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東西它厲害的地方 那各位喔 光看喔 這個螢幕這樣看起來 你可能不覺得說它有什麼厲害 其實我剛剛一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 我也不覺得它有什麼厲害 好像感覺就是飯啊 然後很奇怪上面弄了一片起司 然後在上面放了一個鴨的皮喔 我這樣看起來的話呢 我會覺得蠻妙 就是說這個鴨肉裡面怎麼會放起司啊 這感覺好像不是很搭耶 雖然說我本身是一個喜歡吃起司片的人 但是我覺得起司加這個鴨喔 我覺得光看老實說我覺得 很想試試看耶 我覺得有點 它放起來是什麼樣的味道 有點危險 我必須要說實在話 因為這個起司這個東西喔 跟我們這個鴨 如果你沒有說調配到很好的話喔 那個比例齁 對我想吃起來 那個口感吃起來不知道會是怎麼樣 對其實我也蠻好奇的 那按照我們的慣例 來來賓先吃 我先吃 對你先吃一小口 好像很大一口耶 吃一小口這樣 今天如果是雪莉來的話 我相信它是可以一口把它吃掉 因為雪莉它嘴巴比較小你知道嗎 好 好 好 那晚家其實是雪莉的清潔 我可以一口吃 來你來試試看 我可以一口吃 要小心不要噎到啦好不好 好 噎到我要做人工呼吸 好 噎到我要做人工呼吸 嗯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它味道是什麼樣啊 它的味道 我知道了 因為它的味道那個飯呢 是有點酥酥軟軟的 我剛剛請教過主廚了 主廚說這個飯呢 是特別調製過的 它先用紹興酒 紹興酒 再用干貝絲 然後 碎的干貝絲以後 跟飯這樣子攪拌 然後壓成磚 把它壓緊一點 然後去炸 炸得酥酥的 它裡面是軟軟的 你試試看 我聽他這樣講 我就覺得滿好奇的 難怪我剛剛在夾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飯喔 感覺好硬喔 有點夾不太起來耶 不是很好夾 對 所以如果你這樣光夾 其實是危險的 而且這個飯 感覺真的有炸的感覺 感覺硬硬的 那我現在來吃 第一口 可以吃第一口嗎 可以可以 你把它吃光 默默把它吃光也沒關係 主廚正在旁邊 他非常的緊張 我真的是這樣子 假如不好吃的話 我就會直接說 不好吃 而且我會當場犯說 就走了 就不錄了 我是說真的 我是誰 對不對 來 我現在要吃囉 因為我看到這個起司 所以有點吃不太下去的感覺 真的嗎 但是鴨肉跟起司 主廚我要吃囉 主廚這道菜是你想出來的 我說真的 我這樣一吃進去 我嚼了一嚼之後 有一股淡淡的紹興酒香 慢慢的散開來 我剛剛一直很擔心就是說 這個鴨肉加這個飯 加上這個起司 它的味道會不會這個起司 把它破壞掉 結果一吃下去 它的起司 淡淡的酒香 對 它是 它的味道其實不會很重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起司 那吃下去 它混著這個飯 混著這個紹興酒 然後以及這個鴨皮 的這個鴨油 混在一起 它的味道其實是非常的浑厚 而且很香濃 那我們一般 我們在吃這個 什麼壽司 聽到這個壽司 你可能會被這個壽司 這兩個字 會覺得說這個飯 吃起來就是軟軟 爛爛的 對不對 可是因為 剛剛玩家有跟我們提示過 這個飯 有先去炸過 有先去炸過 所以吃下去 它外面 它是有點酥酥脆脆的 那你的起司 它其實是 混在這個飯裡頭 有一種很香滑 很滑順的感覺 再加上剛剛玩家一直說過 超烤的 它這個皮呢 又脆脆的 對 它在一起 是很完美的一個皮 所以它這個 很妙 很有意思 它的層次變化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吃這個東西 不宜說話 所以我剛剛一吃 我一直想講話 你知道嗎 可是我一直嚼一直嚼 越咀嚼 你會覺得 它這個味道 會非常的有趣 我已經吃完了 那你可以吃第二個 我現在再來吃我的第二口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的嘴巴沒有很大 我是建議半口半口吃 真好吃 真的好吃的說不出話來 就是好吃 你知道我剛剛在想說 這四片呢 我們是不是 也留一點給攝影師 以及我們的製作人 那我想想 我們還是把它吃掉好了 那我再 這都這樣 好 來來來 因為它這個味道 真的好香喔 很香 而且很妙的是 它不膩耶 它一點都不膩耶 對 對啊 因為想說加起司會很濃郁 再加上鴨皮 可是完全不會 就超乎你的想像 我那是要芥末的味道 芥末 原來 原來是韓語 就想說一直還有一個味道 對 是在那個起司片上面 起司 起司 難怪喔 它這個味道 有很多種味道 真的它混在一起 那我現在吃這個第二口 再慢慢的去咀嚼 你真是會發現 有干貝的那個香味 真的好好吃喔 這道菜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假如說呢 你想要到那個台北 那你想要吃點什麼好吃的 如果你也跟我們一樣 最喜歡吃鴨子的人 一定要來台北福華飯店 三樓的江南村 這一道 鴨子 壽司 它的味道真的是太奇妙了 愛吃鴨的人 說真的一定要來吃一下 我們這個Chef 那個精心製作的這個創意料理 這真的是 所以你想要跟雪莉比嘴大 這怎麼做Ending呢 今天的Ending 就在 玩家 說不出話的 這個當中呢 那我們結束我們今天這個 好吃的這道菜 所以你每次都笑那個 雪莉 你終於知道這是 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對 今天主持有幫我們夾菜 對不對 今天有人壓他 真的啊 這很好吃耶 真的好吃 你們吃你們吃 剛光吃白飯 就已經覺得太多了 很適合 哦 味道 有 味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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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的 那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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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